联生活佛卢盛宴 从第一本著作《淡烟集》之后 陆续有许多个人的小品 散文 情书 诗集 方块评论 编辑出版 在文艺界初露头角 而到二十五岁的那一年 有了人生的转类点 因为和母亲到台中玉皇宫 烧香拜拜 蒙瑶池金母开了天眼 夜晚有亲眼看到了 自己的本源传承 大日如来 佛眼佛母 莲花童子 莲生活佛如圣宴 从此改变了自己是基督教徒 无他神明的思想 在一九七五年 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灵机神算漫谈》 揭开万年的灵魂秘密 之后连续又写下了 《灵机神算漫谈续集》 《灵与我之间》 《灵魂的超觉》 《起灵学》 在台湾日报还有专栏 《灵的世界》 轰动各界 这时候每天都有各地的读者的来信 家门口天天都有百人以上在排队问世 人潮没有休止 卢圣宴开始声明大噪 甚至也引起了白道和黑道的注意 有人也会质疑批评 在一九八三年这一年 他搬得更远 由佛菩萨的指示 一家人移居到完全人身地不熟的美国西雅图 语言的不通 生活的困苦 却让卢圣宴进入更深沉极尽的修炼 印证了密教的无上密大圆满 这时候他所写的著作 更是包含了道显密法 把宇宙的大秘密 无私地透过著作公布出来 为的就是要解救众生 引渡成佛 而且这些密法的公开 不管是何种教派 都在在地显示 其实任何一个正法 都是殊途同归 万法归宗 连生活佛在西雅图 自笔是一名流浪的作家 写作与修炼如火如荼的展开 越是修炼 灵感就越多 在当时投稿了 唯一的一家中文报纸 西华报 赚得了在美国第一笔钱 稿费是四块钱美金 出到西雅图 他曾写了一首诗 一只飞鸟 在空中叫着寂寥 在扩然沉默的城市之中 只剩我一个人 守着亘古的落叶 守着一尘秋色又萧萧 在1986年农历二月初时 连生活佛如圣宴 因为见佛得大快乐 见达摩得大利益 见出家得大安稳 所以正正事事的原定出家 这是破世俗的百年大梦 以身试法让世人快快醒悟 早早修行 立得真正的自信的家 有人说 卢圣宴的境界很高 但泄露了太多的天机 恐怕要很多事以后才能成佛 而连生活佛说 我承认今天我的灵书发行 是一直在泄露天机 但是我若不泄露天机 天下众生如何得启蒙 如何受益 如何得度 为了慈悲众生 我宁可生生世世留在世间 粉身碎骨度众生 直到众生成佛 我才成佛 就是有这样的发愿 有这样大而无私的胸怀 连生活佛 就连祖师 了名和尚 清真道长 所传授的勘于法宝 一般人不愿意透露的秘诀 也都把它写出来 为的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众生 改变命运 地灵风水方面 写出了神秘的地灵 地灵探圣与旋理 地灵先宗 阳宅地灵产围 阴宅地灵玄机 阳宅玄秘坛等等 请问 当今有谁 能这样毫无保留 连生活佛也说 我受苦难均无所谓 若舍己身 而度得多人 我这一世的生命 就很有意义 我将自己辛苦修炼的证物 给了大家 请读者体会我的苦口婆心 我写这些书时 都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 这是为众生 留的慈悲之泪 请大家读我的书 原来 连生活佛 是这样子写书的 他一直在说天机 他一直在说秘密 1988年 幽灵湖之夜出版 由这本著作中 让天下人了解到 莲花童子下降 沙婆的姻缘 之后的佛王之王 佛王新境界 也再令举世震撼 揭开了连生活佛秘密主的真实身份 写书泄露天机 连生活佛卢盛燕说 众生全入天上界 唯我独留地狱中 我心甘情愿 真佛宗由西雅图开始 在世界各地成立分堂 卢盛燕文集的读者 也因此遍及全世界 而且在西雅图 常常邮差都是挤麻袋挤麻袋的信件 运送到真佛秘院 也因应弟子的增多 真佛秘院成立了回信中心 连生活佛除了著书 还办刊物办报纸 像是华语报 真佛报 而全球各地区的弟子 也纷纷办刊物发行 配合宣传真佛秘法 到今天 这些刊物的特色 很一致的就是 凡事拿到的人 第一个真相阅读的 就是连生活佛的文章 假如遇到心情不好 遇到困难的 往往看到了连生活佛所写的道理 有如醍醐灌顶 茅塞顿开 所以连生活佛的文章 变成是众弟子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 卢盛宴发了怨 不舍一个众生 这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有些人是来破坏的 为什么还要不舍他们 而连生活佛说 有了精彩出众的卢盛宴 更兼百万弟子 上至总统 下至台棺材者 这样的团体 本来就应该急轰动 所以卢盛宴的故事特别多 遮佛宗的故事特别多